繼續來看在地消息 到沒有今年頭一本發起 阿公阿媽姐 定在八月 第四個禮拜日 就是今天 今天也是頭一本 在台北灣有一堂 阿公阿媽姐跟連環 現場很多阿公阿嬤 帶到他們孫來參加 這個價待夠用的情形 我們可以引起大家的討論 老阿嬤愛時也愛孫 但仍然說腳踏得比較硬 因為阿嬤愛孫也不重點 有越來越多家庭 小朋友是夠給阿公阿嬤來娶 就因為是從小學長大學 很多孫抗阿公阿嬤的感情 競爭比自己的老婆老婆更親 阿公阿嬤會帶我出去玩 然後在家裡會陪我玩 我晚上如果七輩子 他都會幫我蓋 然後都會煮東西給我吃 到沒有中八月第四個禮拜日 定在是自父母節 這段最小學就讓阿公阿嬤 長大學孫 讓阿公阿嬤做過的時間 更加起爸爸媽媽最多的時間 更加多 他父母親都在上班 他很喜歡問我古時候的事情 什麼意思 阿嬤你以前有什麼事好玩 我就隨便掰一掰給他聽 隔代教養的現象 出現在現在很多家庭 就是家庭出現阿公阿嬤 帶孩子的比賴也偏遠 包括社會安靜 也常常因為隔代教養出問題 不合照的經驗 父母節的推動 對他要建立家庭倫理的關聯 他過還是溝通的方式 也能改善做什麼關係 隔代教養 親子溝通的部分 那祖父母他可能因為 世代的觀念不一樣 他必須要增加學習的時間 然後增進溝通的技巧 對溝通的方式做起 這頭過家庭教教 不一樣做事的關係 祖父母節才能真的 像家庭出現的親情 會好像有表面 不是一個意義 阿公阿嬤我愛你 接下來小朋友做台北報道